我是阅读诗人黎传辉 这个阅读的意思是快乐 我选择的内容 期望为你 在乱世中带来快乐 为什么要做诗人呢? 孔子说 学而不诗则网 诗而不学则抬 意思是 只是读书学习 而不思考问题 就会妄言无知 无收获 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学习 就会疑惑不能够肯定 每一期读读诗人的内容 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读 告诉你内容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 读给你听 就是朗读引述的内容 第三部分 反思分享 分享读读内容的思考 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读 为什么要读 《生活的艺术》这本书呢? 比德森 W.A. Petersen 是当代著名的作家 他以写作一系列的例子书籍享誉全球 作者是擅长运用散文思 精练的家言或随笔 剪扬清淡 尽永的哲理 作者的观点朴实 精确 有力 这种有如金泉的积极理念 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受创 彷徨 沮丧的心灵得到鼓舞 他所赞写的五本例字名著 《生活的艺术》 《新版》《生活的艺术》 《续版》《生活的艺术》 《今日生活的艺术》 《每日生活的艺术》 这些针研令到青年人追求和创造自己理想的时候有指标 读给你听 《克服恐惧的艺术》 恐惧 他是一匹必需收紧姜诚的野马 他是一个朋友 亦都是仇敌 他能够成为善 亦都能够成为恶 为了要巧妙的生存 人必须要学习御马之术 必须要 将通知恐惧的直觉警告 作为对付真正危险的盾牌 当出现紧急的状况时候 无论是撤退或是迎战 都要妥善控制 因为恐惧而产生的活力 将不安 敗北 患得患失的心情 转换成达到好成绩的鞭策 或者是可以将它 用来作为马的马翅活用 巴格达有一个很古老的故事 是这样说的 据说 有一件事 令到瘟神是扬言 要杀死五千人 但是那件事过了之后 瘟神杀死了的 就不单止五千人 死亡的人数 就高达五万人 那么多 因此 帮瘟神受到质问的时候 据说他是这样说的 杀了五千人 其余死亡的人数 都是因为恐惧而死的 这不关我事 恐惧的心是对自己有强烈的杀伤力 你必须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你要在充满恐惧和迷信的黑暗角落里面 尽量照射理性和知识的光明 然后将未知的土地也都灯在地图上 以事实粉碎妄想 赶走那些疑心生出的黑暗 令到事实得到证明 令到人获得自由 生老病死是自然的天道运行 是无可避免的事 我们要坦荡荡地去接受事实 恐惧死亡是无济于事的 不值得受到他的束缚 要以开朗宏伟的心情度过每一个时刻 请你以真正的心去面对死亡 纽曼书基主教所说的说话很有深刻意义 他这样说的 应该恐惧的不是你的生命宗旨 而是生命从来没有开始 虽然闻到危险的气息 但是如果那些是能够增加人生月历的冒险 这样我们应该主动去面对 养尊处优的环境 和太周到的生活保护 反而是会令到更加多的东西消失残尽 沙士比亚是这样说的 胆小者在死亡之前就已经死了几次了 而勇者只会死一次 要勇敢地面对恐惧 就要实践爱陌生教我们的 要施主去做你所恐惧的事 这样你的恐惧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中 要体会宇宙伟大的精神法则 诚心诚意去学习 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恐惧的心 而是力量、爱和健全的精神 要知道最强而有力的法则就是 完全的爱能够驱走恐惧 恐惧来敲门的时候 信心去开门 看不到门内有任何人 我们应该深思这句隐喻的说话 所含的哲理以及它的力量 再加上它的奇迹 第三部分 反思分享 我的反思分享就是 我听过一句外国人所讲 关于恐惧的说话 Fear F-E-A-R 恐惧这个字 外国人就说代表四个意思 那句说话就是False Education Appealing Real 大约的意思就是恐惧 其实就是对于真实的错误教育 想想你学到的究竟是不是事实呢 再想想你学过的会不会已经过时呢 阅读诗人这一辑 《克服恐惧的艺术》 The Art of Conquering of Fear 到此为止 我是阅读诗人黎全辉 祝你预读快乐 思想向上 愿神祝福你